主,祢呼召我们来到祢的圣所的时候, 祢呼召我们成为祢的儿女, 以致我们在这个永生的盼望中都有份, 我们为此向祢献上感恩。 更为着今天所有参与服事的, 为着洁经传道的讲道, 为着建民执事的这个带领, 还有我们读经带导的众弟兄姐妹, 以及我们在幕后服事的我们的招待员, 我们的直播主,我们都一一地向主祢来交托, 特别是求主祢恩高洁经传道的头, 使到祂所讲出主祢的话语, 祢的福音的时候, 不能成为多人的祝福。 我们为此向祢来交托, 我们仰望祢,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在场还有仙上的弟兄姐妹们 平安 欢迎你来到今早 圣上一堂 早导崇拜 诗篇138篇 第一到第五节 这么说 我要一心称谢你 在诸神面前歌颂你 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 为你的慈爱和诚实 称赞你的名 依你使你的话显为大 过于你所应许的 我呼求你的日子 你就应允我 鼓励我 使我心里有能力 耶和华 地上的君王 都要称谢你 因他们听见了 你口中的言语 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 因耶和华大有荣耀 让我们这时听入电诗 何等恩典 并默想歌词 一辈自己 敬拜上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把血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当恩典 你的鬼仍然为我关联 我的醉 你充满的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醉 你充满的脸 你的诺据 我所有假锁 你挪去 我所有重担 你挪去 我所有伤悲 你的命 配到所有松开 你挪去 我所有假锁 你多许我所有重担 你多许我所有伤悲 你明明陪我所有重担 恨的门店你几个在乎我 恨的门店你保释为我留 恨的门店你准备荣耀为我观点 我听随你充满的爱 恨的门店你准备荣耀为我观点 我听随你充满的爱 恨的门店你准备荣耀为我观点 我听随你充满的爱 恨的门店你准备荣耀为我观点 我的随你充满的梅 你准备荣耀为我观点 进行 mush ng 敬听主的圣经 因为世人的需要祷告 恳求主赦免我们的罪过 求主施恩 使我们借着圣子耶稣基督 将自己献上侍奉主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 便是知己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我们应当在全能上帝的面前 签公认罪 让我们坐下 我们这时访思 我们得罪主和得罪人的地方 我们大家一起认罪 全能的上帝 我们的天父 我们常在思想 愿意和行为上 得罪主 又得罪人 又因自己的疏忽 本性暖落 当做的不做 不当做的道去做 现在我们痛改前非 劫心悔罪 因着圣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舍命 求主赦免我们以往的罪恶 又施恩 使我们成为新人 尝试奉主 就将荣耀归于主的圣名 阿们 全能的上帝 愿你饶恕一切真心悔罪的人 愿上帝连续你们 赦免你们 拯救你们脱离一切所犯的罪 坚定你们的心智 加强你们行善的力量 保守你们得享永生 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 阿们 贵宗请站立 作为蒙上帝 欢恕 为他所接纳的人 我们也要彼此接纳 让我们以 无接触的方式 拱手彼此温暖 大家平安 平安 今天是显现后第三主日 我们一起用本日字文 同声祷告 全能的上帝 全能的上帝 接着你爱子所行的神迹奇事 彰显现了你奇妙救赎的大爱 求主借着属天的恩典 更新你的子民 在我们的软弱上 用你的大能 辅助我们 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 求的 阿们 贵宗请坐 这时我们 请张秀美 姐妹 来读 一段的新闻 公读经文 经文是曲至诗篇 三十四章 一至八节 诗篇三十四章 一节 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 赞美他的话 必藏在我口中 我的心 必因耶和华夸耀 千悲人听见 就要喜乐 你们和我 当称耶和华为大 一同高举他的名 我曾寻求耶和华 他就运于我 就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 凡仰望他的 便有光荣 他们的脸 必不蒙羞 我这 控苦人呼求 耶和华便垂听 就我脱离一切患难 耶和华的使者 在敬畏 他的人 视为安宁 答救他们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我华便議 我们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一个题目 为什么我选了这篇诗篇呢 其实整个诗篇22节 不应该只读到1到8节 但是我为了夺取一点时间 只让读经缘读到就是重点那边 就是8节就好 下面的由我来接下去 而且我会从头讲到完 诗篇来长长 这个长长 我不知道你们 过年要到了 你们所住的地方有什么好吃的 有什么好吃的 通常你会介绍人 你来我的医生 有好多 我们的毛大姐 她有时候带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面 她打包了去office 我们那个地方很好吃的 我大巴瑶也很多 而且又经济 实惠 对 好多好吃的 所以我们吃到有好吃又便宜的 我们会怎么介绍人来吃 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如果尝到主恩 你如果知道他是美的 是善的 好的 你会不会收起来 点点 不会讲呢 不会 你一定是喇叭到处去吹 对不对 感谢赞美主 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心智 但是 上帝很高兴 感谢主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谢谢你 你都让我们尝到了 主 你美好的恩典 那些甘甜 我们无法用言语去表达 我们只能够用我们的 就是你说赐给我们的力量 让我们的生命 但愿能够去影响他们 让人家在我们的身上看到 真的我们是属神的儿女 是如此的美好 因为满有恩典 感谢赞美主 愿主圣灵继续的恩高 师父带领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 让讲的 听的 一样的领受你上头的恩典 同时能够感化我们 成为我们身边人的祝福 祷告 交托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所以呢 从一开始这个诗篇已经告诉我们 它是有一个典故的 对不对 它一开始这个诗篇就已经告诉我 它是有一个背景的 这个背景就是摘子 就是撒母尔记上的21章的10到15节 如果我们都有读过圣经 应该都对这段是蛮有印象 然后呢 今天的文字会多一点点 因为我的记性不好 与其我低头看我的稿 不如我们大家一起看屏幕 所以呢 它的典故就是 取自大卫因为躲避 谁 扫罗 他的追杀而逃到 逃亡 逃亡到一个地方叫加特的 那个地方 那个王叫雅吉 那边 然后呢 在碰到雅吉之前 他先遇到那个祭司 然后祭司才把他带到那个 那个王这里 但是因为怕被人家认出 又装疯而被这个雅吉王 赶出去他们的地方 什么背景呢 我们来看一下 经文就这样说 那日大卫为了躲避扫罗 逃亡 逃亡 加特王雅吉那里 雅吉的臣仆 就是他的部下 手下 对雅吉说 这个大卫 他不是那个以色列的王吗 那时 民众跳舞歌唱 轰轰烈烈 为什么呢 因为他好棒 他扫罗 只不过杀死千千 而大卫 他却杀死万万 那些妇女 整个民众都为他欢呼歌颂的 不是这个人吗 他不是那个以色列的王吗 怎么逃到我们这里来呢 好奇怪哦 原本逃亡的人最怕是什么 逃亡的人最怕是什么 别人认出他来 对不对 我很记得那时我们有一个 一个恐怖分子 从监牢跑出来 还记得吗 马来的 马来族 怎样 怎样化妆 逃在 躲在森林 还是怎样 给他有本事 跑到 马来西亚去 还可以 等了一段时间 才被抓到 就是要化妆 要什么 怕人家 抓到他 所以呢 这个大卫 哎呀 想不到 来到这个地方 老远老远 跑到这个 以为去到 我住在 巴达巴沙 去到那个 帮沟没有人会认识我 谁知道 人家叫得出 你的名字 还知道 你是干了什么事情 保罗 这个 保罗 大卫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说 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然后大卫 听到这些话 哎呀 原来你们都知道我的 原来你们都认识我的 就担心 那个 加特王雅吉会 会害他 因为他过去 曾经做了什么 他杀死了格利亚 就在他们面前 为了防止他们 加害于他 他就假装 疯了 假装疯子 疯人就是 我们乡下以前 也是有一个疯子 没有穿衣服 穿一个短裤 就整街到处走 所以就这样 口水流到满身 骯骯脏脏 大卫就装他的 他的一个 疯人的一个样子 然后胡乱的 涂鸦在城门上 涂鸦 然后他的口水 这样流到他的胡须 我不知道有一首歌 讲流到亚勒 流到胡须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OK 那个大卫 他的脱墨 口水 脱墨就是口水 都流到 他的胡子那边 流下来 给人家的印象 就是他不懂得 怎么处理 他自己的一个 一个生活 的一个疯人 然后雅吉就对 陈朴说 我这个版本是 比较新的 你们看 这是个疯子 疯人 为什么把他 带到我这里来呢 我这里的疯子 还不够多吗 意思是说 我这里缺少疯子吗 你们怎么可以 把这个家伙 带到我家里来呢 还要让我 把他带为 接客 当成客人来接待他 所以在我面前 疯疯癫癫的 干嘛 所以就把他 赶了出去 因此呢 这个大卫 就因为这样 假装 他才能够平安的 被赶出去 然后逃到一个 更安全的地方 所以后来 他就躲在一个 渡栏洞 那个洞口 叫渡栏洞 所以现在有一个 福音机构 也叫渡栏 什么什么的 都是可能 就是从这里取字 一个避难所的意思 诗篇 一节到七节 我们分几段来看 大卫 他就在这样的一个 逃亡后 在山洞里面 一个 比较 可以让他 避难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 他就 在那边 可以避难 逃过扫罗的追杀 因为扫罗就是妒忌他 要杀他 结果呢 他在那边 反而是 因为神给他智慧 撞风卖杀 曾经 曾经有一个人 他的公司 被 人上来打抢 敲了他的头 敲了他的头 拿铁棍敲了他的头 他躺下去 假装 假装死吧 假装死了 所以感谢主 那个人 也没有再加害于他 因此呢 后来就 让他能够 有机会 就是 能够被送去医院 幸亏没有死掉 那个人是我丈夫 他在 然后的 office 曾经被人家 跑上来 这样打抢 然后被 铁棍打了头 然后半夜 我收到这样的一个消息 魂都没有了 然后开车进去 跟我的亲人 大姑 一起进去 看他 今天他会活着 我感谢上帝 救了他的一命 因为他也 假装 假装死了 以至于 那个人 没有继续的 带打他 他就是这样 那边的 后 所以说 很猖狂 车也被人家 敲破玻璃 也曾经试过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大卫 在一个危局的时候 他装疯卖杀 是为了要逃避杀害 所以当他逃了 这个灾难的时候 他知道这一切 他的命被保守下来 是为了谁 是谁造成的 是耶和华 上帝 因此他就在那边 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 赞美他的话 必藏在我口中 他的赞美 不是一天两天 是时时每一天的 这个感恩 每一天都在他的心中 永流 然后我的心 必因耶和华夸耀 千倍人听见 就要喜乐 然后他从 你可以从 你看我要 到你们 从一个个人的感恩 个人的敬拜 个人的赞叹 到呼吁 你们大家也跟我一起来 你们和我 当称耶和华为大 我们一同高举他的名 因为我 他就讲到他的见证 我以前我曾经寻求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就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 不是一次 很多次他有危难的时候 他向上帝求的时候 他就脱离了他的危机 甚至也让他心中的害怕 挪去了 所以他从 他从个人的感恩 个人的赞美 他呼吁大家 你们也要来 因为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位神 他听我的祷告 他救我 他让我能够不害怕 让我能够脱离危险 所以他就说 来 凡仰望他的 便有光荣 他们的脸 必不蒙羞 为什么他们的脸 会有光荣啊 为什么 为什么有的人 是脸暗暗沉沉的 上帝光照着他 如果我们祷告 也要求说 求主向我们 仰脸 对吗 如果上帝是这样 背对我们 哎呦 扩料 我们就惨了 因为没有光芒了 只有上帝 向着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才有光芒 照着我们 我们走的路 才不会黑暗 才不会害怕 所以呢 凡仰望他的 你仰望神吗 他就照着你吗 便有光荣 而且他必不蒙羞 上帝是我们的什么 高台 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我在困苦人呼求 大卫他称自己为困苦人 当时他是在受苦的 孤单的 耶和华便垂听 救我脱离一切患难 耶和华的死者 在敬畏他的人 视为安盈 搭救他们 不只耶和华本身 看顾他们 连他所拆派的天使天君 都在他的 我们的四周围 安盈 Bodyguard很多 全部围起来 这样的神 哪里找 太好了 所以我们看到 几个重点 我来 离出三个重点 寻求上帝者 无所拒 我们如果是寻求上帝的人 我们不需要害怕 因为神是帮助我们的 圣经都这么说 寻求上帝者 无所拒 为什么呢 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挫折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苦难 但是你的苦难 不要自己扛 不要低着头走路 就好像我刚才在后面分享说 当我们低着头走路的时候 玻璃门在前面 砰一下撞到 因为我们没有抬头看 抬头看的时候 我们就仰望到上帝 今天的经文就鼓励我们 大家记得 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 不要忘记 我们有一个源头 我们有一个盼望 我们有一个拯救者 我们的耶和华 我们的亚威 我们的上帝 我们要寻求他 还有呢 他不只照顾我们 他也派人在我们 常常在我们四周围 可能派你身边的人 来告诉你一些话 可能派一些事情 让你知道上帝的心意 这样的一个解释 在我们的四周围 安宁来保护我们 带领我们 然后呢 他要救我们 脱离患难 不只是患难 而且我们一切的害怕 一切的担心 都会因为我们有仰望神 因为我们有求告神 我们交托 我们放下 我们就清神 我们就不害怕 我们就有平安 所以他呼吁大卫 呼吁我们 谦卑人 我们都要成为 谦卑人 一同 尊 他叫我们要一同去 来尊重这样的一位神 仰望主就经历 荣光 我们就被他光照 我们就脱离黑暗 我们就脱离 害怕 脱离 不知所措 而是看到光 人走在黑暗中 是很害怕的 但是如果有一个光照在你前面 你是不是比较放心 太好了 如果我们的路 每一个前面都有 spotlight 我们照着 我们可以 大步 过步的向前走 然后在敌人面前 我们也不羞愧 第二点 我们来看第二段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他是美善的 然后投靠他的人 有福了 哎呦 过年大家都很喜欢听到 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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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有福 什么福 要怎么贴 大概看了 你们福怎么贴呢 大门 不可以倒贴 据说 民间传说 大门不可以倒贴 所以这些我们不去研究 所以福是我们很喜欢的 特别是华人 我们很快就要过年了 而且很快 我们下个礼拜 最后一个第五个主日 我们又会一个大事的 庆祝我们的八十周年 从去年延迟到今年 但是日期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的感恩的心 我们有福了 便知道我们的上帝 如何保守我们的圣山一堂 八十年的一个历史在这里 在这里好像一个灯塔 照着我们四周围 我们的会有好多好多 当然就是 然后世世代代在这里 好多好多 甚至就是去了别地方的 也回来的 这是我们向神感恩的 我们很希望 我们的每一个属胜一堂的人 我们都有一个盼望 有一个心志 就是让每一个人来到我们的教会 有家的感觉 这是不是你的盼望呢 耶和华的圣民 你们当敬畏他 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 少壮狮子不缺食 还缺食忍饿 意思就是说 很壮的那个狮子 他很会找食 食物 猎物 凡是看到他就 但是他会饿的 他也会饿 但是但是 众弟子 有的版本说 我的孩子 你们都来听我的话 我要将敬畏 耶和华的道 教训你们 有何人喜好存活 爱慕长寿 得享美福 就要做什么 禁止舌头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要离恶行善 寻求和睦 一心追赶 上帝有要求 我们生活怎么过 敬了耶稣的人的信仰生活 应该怎么过 我们可以喜欢长寿 但是怎么样才能够得到 这样的一个福气呢 下面两节就是条件 所以我们来看到 敬畏上帝者 无所缺 大卫 他自己的经验 因为他就是在逃难的时候 给他一个智慧 马上假装疯了 因此他才能够逃 逃离这个 四周围都是 他只有一个人 要面对这么多的敌人 他怎么不害怕 他只有用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神给他的 所以他就装疯 卖傻 他把他自己的经验 告诉大家 所以体会到 一个投靠神的人 是多么的有福 我们的神 是我们可以依靠的 然后他不只是自己呢 分享 他邀请神的子民 和非子民 但是愿意听的人 众百姓都来尝尝主恩 所以不只是提醒我们的 他的子民 神的子民 立约的子民 一般平民百姓 我们都要听这句话 来尝尝主恩的美善 主恩的美善 主恩的美好 狮子很厉害 但是他也会饿 但是寻求耶和华的 一无所缺 敬畏上帝 可以让我们 经历他的供应 是的 真的很多时候 人不能做很多事情 再厉害的人 都不能做很多事情 唯有上帝 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看到 他在我们的生命中 他对我们的 就是何等恩典 这么多人 你怎么会知道我 你怎么会照顾到我 你怎么会纪念我 何等的恩典 上帝就是这样 他当我们寻求他 当我们依靠他 当我们向他寻求的时候 他就给我们 因为他是非常慷慨 慈爱的上帝 我们靠他的话 什么也不缺 一个有丰盛生活的人 你叫他赞美神 太容易了 但是大卫在一个 一无所有的时候 却赞美那位神 让他一无所缺 一无所有的人 能够发出赞美神 使他一无所缺 这种力量 不是来自于人 来自于神 今天的话 来自于圣灵 感谢主 所以呢 我们 怎么样敬畏上帝 又有什么好处呢 刚才有说了 经文 我们的口 不要说二言 是就说是 对就说对 也不要骗人 现在的欺诈案太多了 我们收到message 要很小心的 现在不只是OCBC 什么bank都好 你们不要随便click那个message 银行公告大家 银行不会发简讯给我们的 有什么都是 都是明文规定 或者是一个白纸 什么来告诉我们的 不会用信息来告诉我们 所以呢 太多人心怀诡诈 欺骗 我们口中 不要说二言 不要回拐诈 然后行为呢 离恶行善 这都是世界里面的要求 这都是上帝 喜悦我们过一个 我们不靠行为得救 但是他就是要我们得救之后 让行为去把人带来 想想 我们信了主这么多年 我们有没有做到上面两点 然后才能够盼望 下面的一点 得福 长寿 美好福分 孝顺的孩子 能够有长寿的恩赐 应许 这都是圣经讲的 我们超列了吗 最后 就是接下来的一段 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一人 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 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 然后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 一人呼求 耶和华听见了 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 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从这里你看到一个什么画面 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 祂是有形有体的 不是虚无的 不是表达不出来的 祂是什么 有眼睛 可以看顾祂的人 听祂的人 跟从祂的人 祂有耳朵 听我们的祷告 所以 诗人就是大卫 祂用泥人画 就是这位神 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 就像祂照我们这样的一个人 祂是一个有眼睛可看 有耳朵可听 甚至祂可以发怒的一位神 可以变脸的 我们常常也在生活中 哇 一边金草 变脸 我们不高兴的时候就变脸 脸变成黑的 很奇怪 人一生气脸就变成黑色 所以我们尽量不要生气 让我们的脸多一点荣光 因为太多黑色 那个黑色素跑出来 脸会黑 所以 一人呼求 耶和华听见了 便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 最重要的是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 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这是一句非常安慰的一句话 我对这句话非常印象深刻 因为我们有伤心的时候 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有软弱的时候 但是这句话很安慰我们 很贴近我们的心 耶和华 他靠近那些伤心的人 你们好高兴 好啦你们去happy啦 那个人躲在那边伤心 我要去看他 他到底为什么 你知道 上帝是这么样一个活生生的一位神 以赛亚先知也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虽然我住在自高自胜的地方 却与心灵痛悲和谦卑的人 要使千倍的人 要使千倍的人 灵苏醒 灵要苏醒 也使痛悲的人的心苏醒 我不知道你没有发觉很多人是沉睡的 为什么我这样说 因为他听不尽 因为他没有感觉 就好像一个沉睡的人 所以上帝希望 希望眺望我们 希望唤醒我们 不只是我们的心要醒过来 我们的灵 我们是有灵的人 所以我们的灵也一样要醒过来 太快了 本来我要卖一个棺子 你们认不认识他 这句话安慰了这位姐妹 你们认识他 我已经暴露了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 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可能如果是才来教会不久的 你对他有陌生 但是只要我们十多年以上在教会 我们都知道他 而且他是扬名海外了 这位姐妹 我要分享他的见证 要拿他的照片 我有打电话给他 我可不可以拿你的照片分享 他说尽管用 只要能够福音 让人家听到福音 这位姐妹 她是马来西亚人 然后呢 她是一个生命很坎坷的一位姐妹 叫萧丽君 当然还有一个萧丽君 是小提琴家 这个不是 她是很惨的一个 怎么惨法 因为她从小就没有家庭的温暖 从小没有家庭的温暖 就是爸爸因为不顾家 整天花天酒地 妈妈就因为这样 这样的丈夫 好像没有明天 也很只顾自己 就离家出走 所以呢 可怜的她小小就跟着 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一起生活 就因为这样 她从小什么呢 渴慕什么呢 渴慕家庭的温暖 渴慕被爱 因为爷爷奶奶 毕竟是年长的 可能不懂的 就是没有像父母这么靠近 能够贴心地来爱自己的孩子 但是照顾她 就因为这样 从小她有这样的渴慕的心 当她认识男朋友的时候 她很快就喊嘎了 所以就很快就要嫁了 所以就好不好 都无所谓 就因为她能够 当时她觉得她爱她 然后而且是未婚怀了孕 所以逼她取她 结婚了之后 你知道 你用逼来的 会不会好 硬硬采下来的果子是苦涩的 真的她也在她的婚姻中 尝到了苦果 这个丈夫真的也不是 过后也都是 在外面年花惹草 因此不只是这样 还动手打了她 她最痛恨男人打太太 就因为她打了她 所以她就离开家 为了生活 她去夜总会做工 因为一个女人 没有学问 没有学历 她只能 她要赚快的钱 所以她去夜总会 所以从她的分享里面 我再去重新看她的分享 就是在这里 就因为 这个身色全马的一个地方 什么人都有 就这样认识了一些人 有追求者很多 就在一个晚上 有一个曾经追求她的 半夜故意假装胃痛 去她的家敲门 一点多八点 看她胃痛 她就 自己因为有胃痛 所以知道胃痛的感觉 好心 开门 让她进来 还煮水 要泡奶给她喝 可是这个人莫名其妙的 突然要掐死她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在挣扎之间 就拿刀 结果这个男人 躲到刀 就砍了 砍了 砍他的脸 十多刀 还是多少 不止这样 淋走的时候 还怕他不死 还是什么 煮得滚水 在他的脸淋下去 所以他整个 溃烂他的脸 这是他第二段的人生 遇到前夫 这样子 就是离开了前夫之后 第三个 这样的一个凶手 给他生命中 造成的伤害 就这样 他因为受伤 整个脸是模糊的 眼睛瞎了 一边烂掉了 耳朵也烂了 然后你可以看 为什么我对他印象深刻 很久以前 大概有十多年了吧 他来我们的教会 分享见证 所以我对他印象很深刻 就因为这句经文 而且我记得 当时他见证说 他的手术 总共做了多少次 24次 补这边 补那边 从这边切那个肉 补这边 补那边 补这边 才拼凑成 现在的脸 拼凑成 现在的脸 长话短说 他 在医院的时候 那个小护士 一个刚刚来实习的年轻护士 看他很可怜 觉得他进进出出 手术房 医生尝试让他的脸 修复成至少像个人一样 像个人一样 所以进进出出 那个护士就动了磁心 推他进手术室的时候 我跟他讲 我们人是爱我能助的 医生有时候也做到不够 不能做到完善 要不然你来 跟我的神祷告 要不然你来跟我的神祷告 然后孝立军 当然他以前的日子是 哪里 哪里可以让他发达去 哪里可以让他好处 他去 去求 今天 有一个人告诉他 在他最需要的时候 最落魄的时候 告诉他 有一位神 你要不要来寻求他 他说无所谓 就是跟着他祷告 结果那次祷告 他的手术 右脸的手术 非常奇妙 他没有痛 平时是痛到死心裂肺 他那天是没有痛的 而且 他感觉整个过程 好像有人在安慰他 但是他并不因为这样 而心服口服 他做巧合 一直到 他在医院住了好久好久 知道 然后因为这个以前的事情 常常做噩梦 常常做噩梦 而且同样的梦 有人要追杀他 结果呢 他睡不着 失眠是他的问题 有一晚 他就拿起一本书 就是圣经 他就是翻开 圣经就在中间 随便翻就是在中间 一中间 就看到这句话 这句话 上帝竟然奇妙地医治了他 深深被触动 他说 神靠近伤心的人 他就说 他不知道什么叫祷告 他也不懂得祷告 但是他就是开口说 神啊 如果你是靠近伤心的人 我就是那个伤心的人 你来靠近我 就这样 小护士把福音传了 给这个非常悲惨的一个妇人 而上帝使用这个妇人 在她有美貌的时候 默默无闻 在灯红酒绿 今天她是靠着一张破碎的脸 但是她也写了一本书 是天使的心 真的 我当当我在电话 听她的声音的时候 她声音蛮好听的 我感觉 感觉我在跟一个 很漂亮的女人在对话 所以真的容貌 只不过是容貌 外表 很重要的是 我们内心散发出来的 因此呢 传神就带着她 四处去见证 四处去传福音 带领了好多好多人 信主 包括我们都听到 她的见证 所以我本身 我想不到有一天 我在台上 会用她的见证来分享 所以太多了 太多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翻转 就因为经历了神 就因为好像大卫这样 一无所有的时候 她能够赞美神 就好像她一张破碎的脸 她可以埋怨 她可以懊恼 但是今天她是分享 她也勇于站在人前 就用这张脸来向人家 你看我就是这么丑陋 但是我有神在我心中 感谢上帝 人遇到了神 就会被翻转 你有没有渴慕这样的 这样的美 这样的善 这样的好 因为信了主 因为圣灵的感动 因为神的力量 他有这样的包容心 原谅他从小就恨的爸爸 原谅他恨的丈夫 原谅甚至杀害他 改变他命运的那位凶手 不容易 但是日复一日 他胜负了 他老数了 信主的一个最大功能 老数 神老数我们 我们也老数别人 别人老数我们 人就和好 这就是天国的光景 感谢上帝 今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喜乐的人 而且不像一个悲惨的人 义人多有苦难 但约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 又保存他一身的骨头 连一根也不折断 恶必害死恶人 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 约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 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 然后反投靠他的必不自定罪 我们不期然的就想到 上帝是一个 让我们可以得到拯救的一位神 他看顾义人 义人什么人 听他话的人 顺从他话的人 听义人的祷告 连义人的祷告 他都要听 不只是看顾他 他祷告什么 他都在听 然后救他们脱离一切的苦难 保存他们一根骨头 也不折断 最出名的义人是谁 当然他不是有罪的人 就是我们的耶稣 就因为他在十字架 为我们付上的代价 我们都可以称为义 靠主能够称为义 上帝 他 向不同的人 不同的一个对待 向恶人 变脸 谁是恶人 我们曾经也是恶人 当我还不信主的时候 我们就在神的眼中是恶人 因为我不相信 因为我不听他 因为我不顺服他 所以他像这样的人 变脸 并不一定你要去杀人放过 与恶人为敌 他不会跟恶人相好的 而且很严重的就是 要从这个名册里面除掉 如同他当年怎么样去对待亚玛利人 如果你要读历史 去查这一段 出埃及记十七章的十四十六节 有提到 所以诗篇这一节 又保存他一生的骨头 连一根也不折断 谁记得很清楚 在新约的时候 其实这个希伯来文的折断 跟破碎 其实是有同等的意思 然后神靠近心里破碎的人 就好像那个小利君 也保守他的骨头 不致破碎 就好像他对待耶稣 而且他是应许说 不可以有打断的 神是讲什么 就是什么的一位神 信实的 信实就是他不会改变的 根据当时的习俗 如果十字架被钉死了 耶稣在十字架上 被钉死了 如果这个囚犯 他旁边还有两个强盗 被钉死的 然后呢 如果一般上 当时的习俗 如果到第二天 安息日的时候 那个人还有气息 他们就要让他快一点解决 就是要打他的腿 打断他的犯人的腿 让他快一点死 死得痛快一点 好把他的尸体能够拿下来 去埋葬 这是有一个典故的 为什么说 犯人如果被受刑 死刑之后呢 死不掉的 他会帮助你死掉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的死刑 我不知道怎样了 总之 一秒钟就完了 以前是死不掉 那种 那个刑是很 很可怕的 死不掉才是可怕 一口气死掉的 那个才好 可是如果这样子 他所以当时就要打断 可是因为旧约已经讲过了 一根骨头都没有打断 所以在耶稣的身上 真的落实了 实现了 约翰在十九章那边说 后来就是来到耶稣那里 那些耶稣被钉之后呢 那些人来到这里 见他已经死了 就不打断他的腿 他真的死了 他真的气绝了 然后呢 这事成了 为要应验 就是以前讲什么 现在发生的 就是以前讲过的 应验经上的话说 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中间三十五节 是很多人去做见证 所以不上帝所讲的话 句句都是 好像真的黄金这么重量级的 不要 在上帝面前 上帝是这么信实的一位上帝 看到这里我们真的是很感动 因为耶稣基督 为我们受了这样可怕的刑罚 所以呢 尝尝 来尝尝 来尝尝 你尝尝了 你才知道 我们这里有没有偏食的人 从来不吃鱼 或者从来不吃水果的人 从来不吃某样东西的人 你要不要给自己一个机会 试试吃一下 那你才知道好不好吃 有些人从来没有吃过 但是他就觉得他是不好吃的 有没有这样的人 要来尝尝 所以呢 大卫 他用我们最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个形容 用味觉 很生动的来描绘 他怎么样尝到上帝的美好 恩典良善 因此呢 他不止自己感恩 不止自己是要赞叹 他也邀请大家一起来 他不自私的尝起来 而是告诉大家 你们都要来尝 因为太好了 你们非他不可 我们的上帝 真的我们非他不可 因为只有他是独一的真神 曾经我记得一位牧师 说过一句真实的事情 在台湾 在那位牧师说 有一位还没有信主的人 来问他 牧师 我是相信 但是我看那个人 一个基督徒 我就是看他的pattern 看他的样子 不爽 基督徒怎么可以这样 然后呢 他就不爽 他说 因这样 我不要来信耶稣 牧师很有智慧的回答他 回答他 你知道他怎么答呢 如果上帝 连他这么不可爱的人 都爱他 那你还不信 你要信谁 是不是 如果上帝 连一个这么不可爱的人 他都要爱他 你还等什么 你还去找谁 你还去信谁 这样的神哪里找 哎呀 这句话太棒了 哇 所以呢 你们可以借用 拿去跟你们的朋友 讲 感谢主 我们的神是 无可替代的 我们的神是 非常棒的 因为 你仰望他的时候 他就光荣照着你 让你不在黑暗里走 最后 我们要知道 神看顾一人 我们要听从他 我们要尊宠他 我记得诗篇呢 诗篇其实是诗歌 所以我们不会唱一半 所以诗歌是哪来唱的 是哪来 甚至以前早期早期的时候 他们是哪来一个 做一个崇拜用的 一个赞美的 一个诗集 神看顾一人 我们也要思想诗篇 给我们的许多的教导 也 所以呢 因此这个诗篇也叫为 信悔诗 或者是赞美诗 我个人更接受是信悔诗 因为他是给我们很多的教导 除了他个人的一个赞叹 更多的是鼓励我们 也愿意拯救人 大卫也劝勉读者 就是读圣经的人 要成为义人 接受主耶稣的救恩 完全的信靠他 不要怀疑 所以这里我也呼吁大家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 可能你以前来过 但是我 对我们来讲 我们三个 三个牧者 都是新人 对我们是新人 我希望你们能够有回家的感觉 欢迎你们跟我们一起的敬拜 然后呢 感谢主 我跟你说 我也跟我的主内弟兄姐妹说 我也跟线上的弟兄姐妹们说 不管你是我们的姐妹 弟兄还是 你只是路过 看过 不要错过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今天的术语 如果你喜欢 你可以点赞 分享 还有什么 点赞 分享 还有一个是什么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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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铛点亮 牧师讲的 铃铛点亮 所以教区的什么来 都会 你会收到这个新的 新的信息 线上的朋友 可以这样做 但愿我们都怀着 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 我们不止自己感恩 我们要去介绍 这么好的一位神 告诉他们 来吧 来尝尝主的恩典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 谢谢你 感谢你对我们的爱 让我们能够成为 这样一个蒙福的人 我们但愿这样的一个福分 能够 濒临天下 濒临到我们的 就是临到我们的 收边的人 让他们都也尝到 主的甘甜美妙 感谢赞美主 祝福我们前面的路程 一直有主的荣光照耀着 感谢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谢谢红结晶传道 传讲上帝宝贵的话语 是的 好的东西我们藏了 很好 我们不是自己收 静静的 我们会分享给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朋友 但愿我们 也如此这么做 现在 接下来 我们就聆听 这首诗歌 《长长主恩》 好 我们会感谢 好 一下 之后 咱闹 的滋味 真好 尝尝 主恩 的滋味 你对我 真好 你是我爱哭 变为跳舞 以你的喜乐 代替我痛苦 你是我心情 来在每一个唱 永远不止息 尝尝 主恩 的滋味 真好 尝尝 主恩 的滋味 你对我 真好 你是我爱哭 变为跳舞 以你的喜乐 代替我痛苦 你是我心情 爱在每一个唱 永远不止息 哦 主 我胜 我呈现你 一直到永远 哦 主 我胜 我高举 在美你 老样 生命 永远 我胜 我呈现你 一直到永远 永远 我胜 我尊重你 生命 尝尝 尝尝 绝尝 的滋味 真好 尝尝 血 尝尝 的滋味 你对我 真好 你是我爱哭 变为跳舞 以你的心怒 代替我痛苦 你使过心情 赖在每一个场 永远不窒息 主 我胜 我呈现你 一直到永远 主 我胜 我高举 才没你荣耀 生命永远 我胜 我呈现你 一直到永远 主 我胜 我尊重你生命 我胆胆 为你而活 我高举 双手敬拜 我叫你 在你作诚 我要呼喊 我欢呼 赞美你 哦 主 我胜 我呈现你 一直到永远 主 我胜 我高举 在美你 荣耀 生命 哦 主 我胜 我呈现你 一直到永远 哦 主 我胜 我尊重你 生命 嘿 我尊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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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美 我尊重你 生命 让我们用使徒心经来宣认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的子 以圣灵感应 由同真理玛利亚所生 在本地的比较多手下受难 被定于十字架 受死埋葬 将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死我的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之教会 我信生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赴我 我信永生 阿们 慧众请坐 这时 我们请 董事敬指示 来带领我们一段的 带导 爱我们的父神 我们再次地感谢您的带领 保守 让我们今天早晨能够平安地 再次聚聚在主祢的圣所中 一直地来敬拜祢 赞美祢 我们感谢主 我们要为了今天早晨的讲台信息来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通过这经传道的信息 来对我们说话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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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你帮助了我们 让我们听了 都能够明白主 你话语的真道 主啊 你的话语是 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求求的带领 让你的话语 应接在我们的心中 作为养活我们灵命的良 我们感谢主 这时候我们要继续为了教会所有的堂会来祷告 我们求主继续看顾教会中所有的堂会 不论是福州堂会 福建堂会 或者是英语堂会 我们求主你继续持下合一的心在我们中间 让各堂会的弟兄姐妹们 能够不分彼此地在传福音的事工上 能够互相地陪他 特别求主你赐下智慧的缘语 让我们在领人归主的道路上 能够更加地得力 能够带领更多 畏信主归入主你的教会中 我们感谢主 这个时候我们要继续为了新加坡的 官兵疫情来祷告 我们求主你继续地眷顾 本国的新冠病疫情 特别是阿密克戎 特别是阿密克戎毒株的传播 能够早日地得到控制 也求主你保守本地儿童和民众 加强针的疫苗接种工作 能够继续地有效地进行 也求主你纪念到 参加受海底火山爆发影响的地区 能够早日恢复通信和正常的生活持续 感谢主 求主你也纪念教区的领袖 张主教 罗主教 王俊谦会理长 以及在各区 各个牧区 教会的医院 社区服务 学校以及六个宣教区服事的牧师 传道以及同工 求主你恩高他们的服事 并赐福于他们的家人 在他们所负责的侍奉岗位上 也都有主满满的恩典与供应 感谢主 也要为主 求主你这些赐教会每一位 牧者们的同工 以及教会领袖 健康的身灵 身心灵 也求主加添他们 侍奉所需的恩典 智慧以及能力 也纪念到重启的小组聚会 和儿童组的学 以及教会八十周年 联合感恩崇拜的各项酬品工作 都能够顺利地进行 我们感谢主 这个时候我们要纪念到 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求主你的灵与他们 求主你用大能手 求主你用大能手来摸着他们 医治他们 来减轻他们肉体上的痛苦 也求主你这个时候 特别加添他们的信心 让他们能够喜乐的心 来专心地依靠主 我们感谢主 我们也要为主 我们的宣教士 林爱玄弟兄 以及 环小凤姐妹来祷告 求主你去世 加添他们力量 在他们的感慰上 能够得利 也要为主 平安乐龄群居主任 蔡宏达弟兄来祷告 求主你继续吃他身体健康 让他有能力来带领 这个群居的工作 我们感谢主 以上的祷告 是奉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阿们 各位主里面的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 我们又到了报告家训的这个时间 先在报告家训之前先问一下 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 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 是长蛙旁边是一对夫妇是第一次来的吗 以前有来过 OK好 无论如何也欢迎你们再次回来 希望以后常常可以和你们见面 我们同样在报告家训之前 今天有一点特别的事情需要去做的 就是我们过去的一年大家都在教区这个信徒业校参加不同的课程 那么今天很高兴我们的那些所谓的证书都拿下来了 在蔡传道那边是吗 这个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是请蔡传道交给大家 那么那些去年有参加课程的 我会念出你们的名字 所以名字念出来的时候 麻烦你们就在原地站起来 那蔡传道把那个文凭交给你们之后 你们才坐下来好不好 好 我现在就要来念一下 董事敬知事 在这边 张贵弟兄有在吗 今天张贵还是在楼上 好 玉玉珠姐妹 在哪边 玉明姐妹 没有 李慧敏 慧敏今天没有在 药南在楼上 不在 今天 药南在这边 美莲 夫妇在这边 季凤姐妹 季凤执事 子桃执事 你们站起来就站着 等一下蔡宇把那个文凭交给你 你再坐下 不然他不知道谁 谁拿了谁还没有拿 然后美昆执事也是 孰芬我的牧师娘 不过他今天有点事情没有来 可兴姐妹 秀文执事 在那边 玉玉姐妹 玉玉今天也是休息 好 还有其他人都拿了 有几位不在的 请蔡山道继续为他们保留下信息再交给他们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些的会晤报告 首先是我们的这个疫情的管控措施 从2月14号开始 必须打满三针 包括追加剂才算是完全的免 这个完成我们的免疫这个措施 所以2月14号开始 请大家如果还没有打第三针 而且已经是可以打的 鼓励大家尽快地去打第三针 然后确保大家都是在一个免疫的情况下 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崇拜 在崇拜的过程当中 也请大家留意 你们前面的柜垫暂时不要去使用 你看到我们在上面的人有时还会用柜垫 那是因为我们前面没有人 但是如果你在底下用柜垫 刚好前面的人又没有柜下的话 那你们就没有办法保持那个安全距离了 所以暂时就不要用 就坐着祷告吧 我们的主日崇拜的预约 再次的提醒大家 因为修临床到这个时候休假 所以如果任何的预约 就通过你们的那个广播网来进行这个预约 那么或者是打电话给教会 或者我们任何一位的教目同工都可以 小组的实体聚会 待会我们崇拜结束后 我们的这个喜乐小组 接近传道带领的这个喜乐小组仍然会有聚会 所以请大家那些小组的组员请记得留下来 但是下个星期小组就会暂停 因为下个星期就是我们八十周年建这个建堂完成的这个联合崇拜 那么当天的那个联合崇拜的 我的按得太快了 当天联合崇拜的讲员是周贤正主教 那么时间是早上十点钟 所以如果刚才你拿到这个周刊 周刊后面的那个时间 很抱歉 不小心打成了九点 这个是错的 这个九点是错的 正确的时间请参考我们的投影是十点钟 所以下个星期不要九点钟来 九点钟来就麻烦你去咖啡店喝 喝一个小时的咖啡才回来了 OK 还有一些的就是我们的服饰 我们正在招募这个驾驶福音车的服饰人员 特别是为了把美之路的一些的 有需要的长者载到教会来 那么如果你有兴趣参与 有驾驶执照又兴趣参与这样的一个服饰的话 请跟我们的爱权宣教室来联系 一项的课程 我们的这个育儿课程是英文部举办的 是用英文进行的 然而如果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们觉得有把握用英语来参加的话 你们有在家里面可能是照顾孩子 可能是照顾孙子 更有可能你是主日学老师的话 那也不妨来参加这样一个课程 一项的报告就是我们的这个建堂经的这个筹款 已经有十二万三千多元筹款了 已经是超过了我们 已经是接近25%的这个目标了 所以大家继续的努力希望在一两年之内就能够完成这样子的一个筹款 那同样的这个筹款也好 我们的奉献也好 都可以通过放进奉献箱 通过支票 还有通过线上转账 还有二维码 就是这个QR Code的这个方式来做奉献 好 最后有两项的报告是不在我们的这个投影当中的 首先这个新马教生已经是出版的 相信大家不久前通过广播网已经收到这个电子版的 但是如果你们想要拿到实体的 是在楼下是吗 在 在 后面也有 在后面也有 在楼下也有 那么大家可以拿 希望大家可以拿一个命 如果真的有去读的就拿一本吧 因为当中还有一个关于我们圣山一堂建堂八十周年的一份的报告 我们才传到为大家写的 所以大家不妨去拿一份来看 另外一项的可能现在你们的手机 你们的广播网已经收到这样子的一个宣传的一个短片 我们华人新年就即将要来了 那么在华人新年我们庆祝的时候 我们带着一个浓郁的华族的文化的一个氛围来庆祝 但是在过程当中我们也不失去表达我们自己是基督徒这样的一个身份 那么怎么样可以两者兼聚呢 有一些东西我们基督徒适合做吗 捞鱼身也好 恭喜恭喜那一句的恭喜发财的祝贺雨 这些东西适合用吗 我有机会跟三位的比我资深很多的牧师一起来讨论 那么过程当中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的帮助 所以鼓励大家不妨去看看这个是宣传片 正式的完整版呢会在28号的时候播出 所以请大家留意 好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报告 好 这个时候我们一起为着我们能够做的奉献 不管是我们的这个金钱上的奉献 或者服事精神体力的奉献 我们都向主献上感恩 我们一同的起立 我们一起用奉献礼文 一起开身的宣告说 主啊 尊贵能力荣耀显赫威严都是你的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 万物都是从主而来的 我们把从主而来的献给主 这时我们也要一同的坐下 来领受从主而来的祝福 愿上帝吃出人意外的平安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使你们认识敬爱上帝和圣子我主耶稣基督 又愿全能的上帝圣父圣子和圣灵所赐的福 将在你们当中 藏于你们和你们亲爱的家人永远同在 阿们 我们接下来听我们的散会诗 诗歌结束后 我们末导散会 我末导散会 我末导散会 我的名字 刻画在你心中 我的脸孔 声音在你眼中 不是因为 我实力才能 我实力才能 乃是映着 你奇妙宽容恩天 虽然有时 我会跌到软弱 你却一直 包容不放弃 保容不放弃 我用你自爱 静静的拥抱 我赞美你 宝贵奇妙的爱 宝贵奇妙的爱 你是我尊贵 耶稣贵奇妙的爱 是我尊贵奇妙的爱 你却一直 老仲贵奇妙的爱 我尊贵奇妙的爱 我尊贵奇妙的爱 一切尊贵荣耀 救你的世界 是无加之宝 你是我尊贵的主 唯有你陪的 所有的赞美 一切尊贵荣耀 救你的世界 是无加之宝 你是我尊贵的主 耶稣 唯有你陪的 所有的赞美 一切尊贵荣耀 救你的世界 是无加之宝 你是我尊贵荣耀 你是我尊贵荣耀 为了你陪的 所有的赞美 一切尊贵荣耀 救你的世界 是无加之宝 你是我尊贵荣耀 耶稣 耶稣 你是我尊贵的主 耶稣 你会尽贵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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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民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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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light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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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light